直通市县越动辽宁 这里是直通市县区周末版 欢迎各位的收看 今天我们走进的城市是铁岭市 党的十八大以来 铁岭市不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促进农业转型升级 在由农业大势向农业强势跨越的道路上 稳步前行 十年间铁岭市肩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 历史使命大力提高粮食综合产能 提高农业全产业链效益 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 在昌途县大型收割机缓缓行进 伴随着飞扬的尘土和阵阵轰鸣声 一个个金黄色的玉米被收紧机舱 在铁岭县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 收割 脱力 传送 归舱 仪器喝成 铁岭市作为粮食主产区 近十年来 在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同时 全市大力推广实施保护性耕作 使土壤活性明显改善 自身修复能力得以恢复 有机制和锁水保商能力得到提升 同时也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率提高 目前 全市农机保有量达到12.4万台套 农机具更新换代脚步不断加快 主要农作物耕 种 收 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0%以上 田野上处处金黄 大棚里则绿意盎然 这几天 铁岭县樊河镇药王庙村伊桂林 正在给西红柿秧打顶尖 他家的西红柿10月中旬开始成熟 年销售近2万斤 收入5万元以上 此时 铁岭县镇西埔镇羊马埔村 100多栋大棚里的各类蔬菜也陆续上市了 新鲜的瓜果蔬菜丰富了百姓餐桌 也鼓了农户腰包 当前 铁岭市正努力打造沈阳现代化都市圈的绿色菜篮子 绿色厨房和绿色米袋子 不断在品种培优 品质提升 品牌打造上下功夫 推动标准化生产 目前 铁岭市所有耕地和果园均通过国家环境评价 全部适宜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生产 是全国首批以市域为单位的国家级绿色农业示范区 据了解 截至目前 全市绿色食品总数达到54个 有机食品数量20个 注册铁岭大米 铁岭花生 铁岭针子等 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19个 铁岭市重点打造粮食肉类特色产业 三大加工产业集群 提高农业全产业列效益 引进了一海加里等精深加工企业 使铁岭市农产品实现了就地转化升值 铁岭市还大力推进草食畜牧业发展 重点支持肉牛羊适度规模养殖 积极发展梅花路等特色养殖产业 今年一季度 全市生猪饲养量298万头 牛56万头 羊39万只 禽3867万只 肉蛋奶总产量17万吨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全方位夯食粮食安全根基 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 党的二十大为铁岭市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今后 铁岭市将继续落实好各项汇农政策 实施好藏粮余地 藏粮余剂战略 夯食粮食生产基础 提高粮食综合产能 推动实现农村更富裕 生活更幸福 乡村更美丽 党的十八大以来 铁岭市医疗保障部门 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积极落实各项汇农政策 使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大幅减轻 健康水平显著提升 目前 铁岭市基本医保覆盖人群230万人以上 覆盖率稳定在95%以上 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 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分别稳定在80%左右和70%左右 全市已形成病有所医 医有所保的全民医保新格局 铁岭县樊河镇阮家村村民王秀英 患高血压糖尿病十多年了 今年两病门诊用药待遇标准提高后 他的药费直接减少一半以上 今年 铁岭市医疗保障局全面启动落实 两病用药保障专项行动 一方面规定了全面提高城乡居民两病门诊用药待遇水平 起伏县降至零元 基层医疗机构补偿比例提高到60% 另一方面简化了认定程序 方便百姓 城乡居民两病这项工作 我市是辽宁省唯一的国家示范城市 同时今年被列入市委市政府的重点民生实施之一 今年我们取消了起伏县 提高了封顶县 简化了认定流程 截止到现在 全市已享受待遇9万余人吃 医保基金共支付2400万元 畅通办事渠道 推动窗口前移 实现服务下沉 铁岭市通过打造省 市 县 乡村标准化 规范化的 五级医保服务网络 真正把医保服务送到百姓身边 潘亦华是吊冰山市物竹街街道2000平社区居民 因为经常在沈阳女儿家居住 想办理异地就医手续 最近她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到社区咨询 没想到社区直接就给办理了 手机操作 我还那个岁数大了还不会 上医保大厅还很远 没想到到社区那个社区工资议员 帮我办理了那个异地就医 现在社区能为居民代办的事项 共有48项 其中那高频事项就异地就医备案 还有城乡居民参保登记缴费 我们现在社区为居民提供全程的帮办 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缴纳这个医保的费用 非常的方便 党的十八大以来 像这样的医保汇民政策汇集了全市广大群众 医疗保障力度稳步提升 建成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三重保障体系 打破了同城异地壁垒 市域内执行无异地政策 报销比例不降低 基本医保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职工大额补充保险 医疗救助等各项基金 本地和异地实现一战式 药品耗材价格大幅降低 深入推进医保执法体制改革 在省内率先设立市县级 医保行政执法专职机构 基金监管能力建设持续增强 阶段性简征企业基本医疗保险费 7600万元 全面取消风险调剂金政策 汇集510多家企业 优化调整脱贫人口 医疗救助资助参保政策 脱底脱贫人口不再因病返贫 推进医保信息化建设 就医保障更加便利 建立健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和汇疗保 适从保障体系 开展职工门诊统筹 规范门诊慢病特病保障制度 继续开展药品和医用豪财 集中带量采购 进一步优化经办服务 实现窗口办理贵源制 以实际行动和实际成效 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 年初以来 铁领县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一体推进 全线上下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招商引资上项目工作 实现了稳中有进 逆势增长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铁领县 一起感受一年来 铁领县的快速发展和喜人变化 辽宁红腾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是一家生产高木树石灰粉的企业 建成投产后将填补铁领市 同类产品空白 该公司落地铁领市之前 省内有好几个城市都在争取 红腾落户 铁领县采取以商招商 非抵招商等形式 以一切为了企业的理念 在选址立项等各个方面 为企业提供贴心到位的服务 最终促成企业落地 身对企业有出口的需求 对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包括外在形象 以及其他的服务设施 要求比较高 我们为企业提供了十余块的方案 供企业选择 受益于周到服务 和资源地理优势落户的企业 在铁领县还有很多 向投资1.1亿元的 辽宁顺维探先科技有限公司 今年5月签约以来 一直在加紧建设 目前工程已经完成80% 我们项目之所以进展 这么顺利 完全是在当地政府 大力支持帮扶下取得的 我们作为项目管家 有责任 有义务 把项目捧在自己的手心 在项目落地和发展的全过程 主动参与 积极服务 以雷锋式的服务 做到让企业放心 安心 省心 舒心 并全力引导企业实现 从出入家门的客人 向铁领这个大家庭的主人转变 眼下 投资1.8亿元的 辽宁中维扩建项目 正在热火朝天 进行项目收尾施工 今年11月末 企业即将投产 创造当年建设 当年投产新的铁领速度 中维将不断深耕钢结构行业 打造现代化的生产车间 不断研发升级 新型钢结构建筑形式 着力推动 企业在铁领这片热土上 不断生根发芽 全力优化环境 强化要素保障 打好冬季白日招商攻坚站 强化项目全过程跟踪服务 推进签约落地项目 早日开工建设 再建项目尽快投展打销 据统计 截至目前 铁领县全线累计新签约项目 105个 其中1元以上项目24个 实际到位内资52.33亿元 同比增长 29% 今年铁领县项目建设工作 始终排在全市前列 开服工项目数量 和项目总投资额排全市第一 其中 产业项目比重较高 占比达66.93% 对经济发展 起到较好的带动作用 同时 全线项目建设速度快 现已有 牧原生猪屠宰 新联钢品环保节能建材 等79个项目 竣工投入使用 铁领县依托各地产业布局 发展空间和市场条件等因素 在全市率先组建跨村产业联合党委 在实践中探索出 党界引领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 通过将分布较近资源丙赴相似的村进行整合 铁领县实现了党界引领富民强村 铁领县繁河镇是远近闻名的蔬菜之乡 全镇域有3000栋设施蔬菜大棚 但因农户个人种植规模小 品类杂等原因 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 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 为此铁领县以繁河镇蔬菜产业为基础 将药王庙 高墙南 高墙北等 五个村的蔬菜产业整合起来 于去年9月建立全市首家产业联合党委 对农产品统一制定标准 制定价格 主动抵御市场风险 保障农民收益 自蔬菜产业联合党委成立以来 以累计销售蔬菜1.2万吨 带动近2000名农户 人均增收8000元 通过对蔬菜经纪人和合作事的统筹管理 使区域内资源得到了有效的整合 让互相竞争变成了暴团发展 村籍集体收入和菜农的收入实现了双征战 同时帮助菜农修筑排水设施 和进行蔬菜的统一销售 共同抵御风险 减少农户的损失 今年铁领县腰铺镇融合旅游资源 组建了旅游产业联合党委 以党建委引领 通过统筹谋划完善产业链条 扩大特色旅游的经济效应 形成以产业联合党委为核心 产业党支部为支撑 产业党小组为基础的 一和多元组织体系 自从我们村加入了旅游产业联合党委 给我们村带来了更多的游客 前来参观旅游 增加了村民和村集体的收入 今后我们将在旅游产业联合党委的带动下 将我们村旅游产业做大做强 让更多村民加入进来 共同致富 截至目前 铁岭县已建立涵盖果蔬产销 特色农产品种植 旅游产业等多种类别的 跨村产业联合党委7个 覆盖40个村 其中跨乡镇组建的一个 通过资源共享 共建实体的模式抱团发展 全年直接增加收益达739.28万元 带动了5400多户农户增收 接下来 我们将在全面提制的基础上 进一步扩面 探索跨乡镇产业联合党委的组建 力争建成一个 成功一个 以产业引领 限于经济加快发展 昌土县坚持项目为王理念不动摇 把项目引进建设 作为加快发展的助推器 大力引进大项目好项目 全力提速再建项目 转化储备项目 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昌土县今年的成绩单 一起来看一看一年来 昌土县的快速发展和喜人变化 眼下 昌土经济开发区的100余家企业 正赶订单抓生产上项目 整个园区经济发展 呈现出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在中科农业昌土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工人们正在对生产下限的 免耕播种机进行组装 去年 公司研发生产的 180台免耕播种机已投入市场 经过实际操作后 又进行了19项技术改进 在田间作业取得了良好效果 目前 公司又研发了 三行免耕播种机 填补了市场空白 今年我们依据生产800台 明年 后年达到4000台 我想让我们的机器在昌土大地 使用占有率达到90%以上 让我们的农民用更高级的机器 用更科学的手段来种植 提高我们的产量 昌土经济开发区内的 辽宁恒信患热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在今年5月追加投资1亿元 建设二期年产5000台套 换热设备制造项目 实现了当年建设 当年投产的昌土速度 项目投产后 年产值将突破1亿元 辽宁恒信二期现在即将竣工 我们将尽快引进设备 抓紧生产 为昌土现的经济做贡献 履行项目管家责任 督处项目安装设备的进度 协调企业投产运行中的 产生的一些困难 继续为企业发展壮大 保家护航 早日发展成为我县支柱企业 封电产业是昌土县 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部分 目前以并网发电装机容量 为103.8万千瓦 到2024年年底 全县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 将达到288.4万千瓦 毛化包装明年室内资金项目 80个 逆争取资金50亿 同时全面涌入冬季百日招商行动 实行项目事办事件审批流程 为招商演资项目落地 提供全方位的保姆式的服务 昌土作为农业大县 我们也会将一产的优势 作为原材料优势 作为我们招商引制的组织主业 我们会从粮食加工 绿色能源 农机装备制造 等方面入手 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 打造订单式的服务 用达作业的方式 来满足客商的入仓需求 截至目前 昌土县累计新签约项目59个 其中1元以上项目15个 协议引资额69.98亿元 开复工500万元以上重大项目78个 开复工率100% 预计年底可竣工项目46个 同时 昌土县前三季度 完成地区生产总值92.2亿元 总量全市排名第一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6.55亿元 总量全市排名第二 预计全年 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实现148.1亿元 同比增长2% 固定资产投资 预计完成37.5亿元 重点推进130万千瓦 风力发电项目 尼尔科达年产60万吨 爆花板项目 年处理60万吨玉米深加工 一期等项目签约落地 打通群众办事最后一公里 近日 铁领各项营商服务再升级 打造都市圈通办 让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近日铁领政务服务网都市圈通办服务专区 新增19项金融类服务事项 为都市圈内的企业提供更加便捷的金融服务 至此铁领都市圈通办中已有83项百姓和企业关注的事项 实现了跨语通办 年初以来 铁领市营商局进一步优化调整 跨语通办事项业务流程 将事项名称 办理实现等要素形成统一标准 在都市圈各城市推广应用 今年4月18日 线上依托政务服务网 都市圈通办专区正式开通 线下一托综合受理窗口 设立都市圈通办专窗 铁领市营商局着力完善平台功能建设 提升了统一身份认证 电子证照 电子印章等技术支撑能力 探索研究高频事项电子证照标准化 推进电子证明开具 从而推动线上线下一体化融合 进一步完善平台功能建设 提升技术保障 力争年内推动100项便民事项 在都市圈内通办 好的 今天的直通市前区周末版 我们看到铁领市 在工业 农业和营商环境上 都在下大力气推进 没错 那以上就是今天直通市前区周末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唐叶 我是赵顿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宜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